骗子 海姆 杨牌 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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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踩到一個無獸狗了 不要緊 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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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當資深農民遇上沒下過田的大學生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對農村陌生的土地小孩 又要怎麼幫農民行銷蔬菜 清晨五點天才微微亮 台南將軍的蘆筍農楊玲瑩和他的太太 已經來到文士中 鑽進茂密的蘆筍叢中 開始今天的採收工作 因為蘆筍炸菜比較軟 比較軟 像我菜比較軟到一點就是炸 因為邊的溫度很高 所以比較炸菜比較軟 蘆筍的生長速度非常快 像這樣才剛從土中探出頭來的小蘆筍 只要再過兩天就可以採收 這個後來就像一把魚 這隻魚在這裡採一下 明天才採過一小長 將軍是台灣最先成功 以溫室栽種蘆筍的地區 過去農民採取露天栽培 一年大約只能採收四個月 改用溫室栽種後 採收期可以拉長到九個月 楊玲穎開玩笑說 撞蘆筍的人絕對不能生病 只要一天不採 新長出來的嫩筍就會變成老梗 當時沒有栽種的時候 就是禮拜天到這個夏季禮拜天 可以帶老婆吃去走走 現在不是每天就要這樣 正因為夫妻倆長時間在溫室中工作 楊玲穎堅持以無毒方式進行栽種 保護自己的身體 也讓消費者吃得有保障 這些灑在蘆筍蟲底下的白色碎屑 是他花了好幾年才研究出的防蟲秘訣 楊玲穎的蘆筍蟲之所以特別茂密 也是有原因的 我老闆館我為了覺得夏季 我感覺下櫃就是溫度館 我們跟老闆館給他頭部可以暗暗 我想像這樣頭部會比較涼涼 他孫子會長得比較漂亮 因為溫度館最高的孫子 那孫子帶來就有驗蟲了 所以你看一般孫子 沒有穿我這這麼大隻 長了五年才如此茂密的蘆筍蟲 還是難擋今年夏天的熱浪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 今年氣溫超過35度的高溫日 天數已經打破往年的紀錄 蘆筍也熱到受不了 我老闆館十五年就近年 第一次剛才剛才的冷 最早的一年 前十月溫度都在那三十五六度 這孫子金粉沒法孫 不然它產量很低嘛 品質也比較不好 天氣異常炎熱 蘆筍供應量下滑 價格上漲 農民都希望能趁價格好 多賺取一點收入 但究竟能採收多少量 還是得看老天爺的顏色 另一個影響價格的因素 就是蘆筍的外觀和尺寸 採收後的蘆筍必須馬上分級包裝 我現在分級就是 我分級就是 這個小的 這小的 中的 大的 分成三級 市場的蘆筍都不一樣 市場的蘆筍 市場的蘆筍 有餐廳 它要洗漆的 五百點 地牌 它要洗漆的 身分比較小 大飯店 有的就是 吃定期的蘆筍 它要大的 它的口感比較好 原本有長有短的蘆筍 為了符合市場需求的規格標準 多餘的部分都得切除丟棄 成為下角料 在市場上價格最好的 這種細細小小 俗稱蘆筍花的規格 要切掉的部分也是最多的 每批蘆筍 平均最後會有三分之一 成為下角料 光是楊林隱家 一年就會產生三噸下角料 整個將軍區累積起來 至少上看一百噸 將軍農會近年來不斷鼓勵 青年農民投入蘆筍產業 種植面積越來越大 產生的下角料也越來越多 當然啊 我們農會想的 我們都是以食品 像我們就是要做蘆筍香鬆 或是蘆筍粉 結合那個紅蝦波胡麻 然後把它做一個粉 然後可以加載牛 農會一直希望 能把這些下角料 開發成商品 卻沒有成功 幾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的學生 利用暑假走入農家 拍照紀錄進行訪談 想找出減少食物浪費的方法 台灣一年丟掉的廚 就有六十座一零一高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 因為其實那些東西不是不能吃 是被浪費掉 或者是比如說像農民 他們是無閒暇時間去處理這些東西 所以就只好讓它 就歸根到土地 所以我們是覺得 這部分是很可惜的 一邊進行田野調查 他們也帶著前一碗熬好的蘆筍汁 請農民品嘗 你要那個烤箱喔 很好喝 你曬乾了 要有烤箱烤一下 對啊 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沒有那個蘆筍的那個套材裡面 已經沒有曬過嗎 沒有 沒有炒過就切切了一點 對 學生們還把蘆筍乾燥磨成粉末 用來做餅乾原料 在農會的烹飪教室裡 花了幾個禮拜試做研發 總算找出了蘆筍餅乾的最佳比例 那我們現在把低筋麵粉跟綠色是蘆筍粉 我們一起把它攪勻之後 再一起把它倒入這個 剛才攪混合的地方 蘆筍粉我們就是用五顆 我們都有量好那個量 就是蘆筍粉只要一點點 因為它很細 所以它重量不會很重 然後所以加一點點 其實就吃得到很多它那個纖維感 蘆筍也不只能做成食品 還有其他用途 白膠最大的用途就是讓它可以密合 然後它比較有韌性 蘆筍纖維加入白膠打成紙漿之後 仔細鋪在網子上用太陽曬乾 還可以做成手工紙 他們來以後他們去做文川 或文川出來也是蠻挑的 這也是一個特色 或許未來就是在我們那個 那個這樣一個開發的話 可能會增加一個就業人口 用蘆筍紙做成的文件夾 燈籠等工藝品十分有特色 其實每樣東西如果你在用創意的方式 然後去思考的話 其實它都會有用途的 像蘆筍紙我們走了之後可以留給社區 然後讓社區的比如說長輩 或是像將軍有國小然後國中 或是鄰近的國中高中 就可以讓他們做紙的活動 然後紙的活動可以在利用社區裡面的 比如說裁縫媽媽啊 一定會有很多會裁縫手藝的人 然後可以結合他們 他們可以生產出屬於自己將軍區的特色文創商品 在盛產花椰菜的彰化埔鹽永樂社區 也有一群文化大學和成功大學的學生 來到這裡蹲點要幫菜農做行銷 清晨五點天還沒完全亮 他們騎著腳踏車準備和農民一起下田 從小到大沒有真的看過花椰菜田 都是看到在餐盤裡的 所以來到這邊的話 我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飽滿的花椰菜 就是被那個花椰菜葉子這樣蓋著的 然後我們到這邊才有早上五點的時候 去菜田裡面去了解說農民他們是怎麼採收 然後或是傍晚的時候他們有時候需要澆水的時候 我們也會進夏天就是看 其實我們能夠在採收上能夠幫助的不多 但是我們主要是做一些影像紀錄 觀察菜農的生活一段時間 他們發現高溫原本就不利花椰菜的生產 今年天氣又特別炎熱影響農民修成 長得不好看的花椰菜也變多了 為什麼天氣熱會影響 你會不會熱 大廈是因為主委很熱很怕熱 對啊 所以這個是很小的 那冬天多大 很大 一個差不多一公斤 蔬菜的外觀決定了最後的價格 夏天生產的花椰菜表面常常像這樣凹凸不平 沒辦法長成一個漂亮的球面 雖然吃起來都一樣 在拍賣市場上價格就差了一截 北方來 他就是漂亮 因為花椰菜要北方 北方來他整個都比 比都很白 真的高溫 很難聰明 他不會這樣 他就是這個高溫而已 他就是這個高溫而已 只要穿這個樣子 他說現在的時候是我們最漂亮 如果比高溫 你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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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天氣一點比一點熱 一點比一點不好種了 天氣炎熱不只影響生長 花椰菜如果照射太多陽光 白色的花就會變成暗紅色 必須一朵一朵戴上帽子 細心呵護 你看這菜就是 這花裡有的 一旁有的 這有的你看有的 這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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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旁有的 這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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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旁有的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這樣很漂亮 這個是要幹嘛 不會曬太陽 對啊 不然你 太陽曬過去 红掉人家都不要买了 这是你们说的 打得好死活太冠 打掉就是要打掉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农民的辛苦 加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连结 他们脑力激盗 制作软人包 介绍花椰菜的生产过程 更在七夕情人节和父亲节前夕 推出花椰菜花束 请农民来当广告主角 在社群网站上引发热烈讨论 其实一直在思考说 要怎么让年轻人或社会大众 看到花椰菜目前种植的状况 或是让大家看见永乐村的 花椰菜菜能的用心 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办一个 就是网路上的一个行销的活动 像是蔬菜或是我们的饮食 都是因为会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像我们吃的东西因为太热了 所以它就长得不好看 那可能销售价就不高 所以我们也是进来才发现 全球暖化跟我有这么有关系 他们不会去想说 要用另外一种销售模式 尤其是永乐这边的人更是 他们连网路行销都不太会 我们想说借我包装 把这种比较丑的花椰菜重新包装 让大家重新看到它美好的一面 在七夕情人节前一天 社区妈妈都来到活动中心 和学生们一起包装花树 刚摘下来的菜得先削掉叶子 再把菜梗削尖 并不是让人做成单 仅仅就是让人设知 那女生 那女生 就把这边刷开 这粿比较长 可以拆 可以把水 要它会涨 它会涨 这个太多 这是要涨 这会是 因为这家 就对吧 社区妈妈们排成一列生产线 和学生们一起仔细装点花椰菜 要做花椰菜 这样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圆的感觉 好 盡量把它变成一個模範 稍微再提一點點 因為它包起來會往上 原本不那麼渾圓飽滿的花椰菜 在紫色和白色小花的點綴下 再包上粉色包裝紙 散發出質樸的美感 很方便還在 她知道學生 她知道 她的妹妹有機會去掛這個 不然她知道老後的時間 是有百貨而已 百貨而已而已 就很有創意 所以這一生學生 我們都愛惜她了 就是要有一些新的點子 所以我們要感謝她們 第一次嘗試就賣出了150數 讓過去只能把被淘汰的花椰菜 曬成菜乾的村民們 見識到大學生的創意 和網路行銷的威力 未來社區也多了一項特色產品 現在會讓阿公阿嬤一起參與在當中 我們就是希望說 等到我們離開了以後 像其實冬天的花椰菜的 雖然是產量大 但是產量大的話就是 比較那個那個價格低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說 未來有機會的話 其實阿公阿嬤他們 在冬天的時候 也是可以發起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大家去賞意 可能聖誕節 或是就是 西洋的景然節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把那些 過剩的花椰菜 變成花椰菜 大學生走入鄉間 不但為農村注入活力 他們的無限創意 也讓原本要被 淘汰的農作物 找到了新生命